那在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个比较争议性的新闻 就是一个工地上的一群工人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 去打饭吃的时候却遭到了上一集打饭工人的谩骂 只是因为那个工人比他们高一级 然后他就利用权力去骂那些打饭的工人 而那些打饭工人为什么要被骂的 只是因为他们担心手上的灰尘掉到那个打饭的锅里面 因此那些工人在打饭的时候都刻意的把碗放到锅的外缘 那为什么上一集工人这么生气要去谩骂这些工人呢 其实很多公司都有一些规定就是为了节约粮食成本 所以在打饭的时候他们都要求相关的负责人要敦促工人 你要把碗放到这个锅的内部至少是边缘 就是以防这个粮食漏掉了 这样不就会增加成本吗 所以呢他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但是你有这样规定是OK没有问题 你其实是好好的讲跟大家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他因为有这样一点特殊的特权 他就对下面所有的工人 每一个工人上来的姿势不对 他都要痛骂一顿 那像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其实也让很多中国的网友表示愤怒 非常的同情这一个工人 但是呢他们同情的方式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网际网路的生态圈跟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 所以像是其他国家的人可能看了这些留言 这些同情的留言也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当然同情是好的 我对这一个是没有争议的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相关的影片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同情的留言 为什么会怪怪的 天脸吃饭就不知道 这咋子讲嘴嘴嘴的呢 那像是这件新闻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也冲上了新闻的热度 但是没有过多久 新闻热度就被撤下来了 当然大部分的中国网友 都是同情工人的 只有少许是同情 也不叫同情 少许是说公司没有毛病 这个上一集没有毛病 他只是执行他的责任 也有这样的声音 但客观的说确实是很少 但是大部分同情的声音呢 我也觉得怪怪的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 为什么会觉得这些同情的声音 也会怪怪的 那有网友表示 昨天这个新闻热度挺高的 大部分人都很生气 所以上了热搜 结果一天之后热度直接没了 很多新闻都删掉了 只剩几个自媒体发的还在 唉资本真可怕 你可以看得出来像是前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新闻本来热度都挺高的 大部分人都很生气 上了热搜 结果一天之后就没了 所以他也很质疑 但是他质疑的方向是什么 你看他的最后一句 他说唉资本真可怕 就是可能大陆的朋友 以目前的中国观众可能都了解 因为我们在中国经常会听到什么 资本很可怕 遇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 像之前的铁链女事件 像是唐山的打人事件 大家都会说资本很可怕 就是说美国的那种资本主义 有钱人剥削底层基层的劳动者 他们不会说什么政府有问题 不会说共产党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网络的生态 导致大家的想法都这么的奇怪 所有的人都是说什么资本有问题 就这个事件 大家确实同情 确实也去指责 但是他们指责的全部说什么 莫名的一个资本主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 确实那些公司也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过程中 没有人说政府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我们的政府不都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在人民受到欺压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没有站出来 反而去压热搜 去撤除热搜 让更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前几天看我影片 应该有多知道 那有些工人 他薪水没有拿到 他报警了 反而警察站在有钱人这一边 站在资本这一边 如果资本真的那么厉害 那么可怕 那共产党在中国是什么 那还有网友表示 这种是全国各地经常发生 一些资本家剥削无产劳动阶级 希望国家整治这些有钱人和资本家 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人民的国家 不是资本家的国家 资本主义真可怕 我不知道是不是水军 就是有一些传闻说 什么监狱里面 一些人为了完成业绩会去影响网路上的言论 所以会有这种水军在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水军 还是说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小粉红 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网友 这两者不管是哪一边都觉得很可怕 没有任何人有质疑政府的声音 遇到所有的问题都一概的去指责什么资本家 我简单的来讲 就是一件事情 明明政府有责任的 但是大家肯定不会指责政府 对不对 那要指责谁 你不可能指责空气吧 对吧 所以他们就捏造出来一个对象 那就是什么 资本家 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 一些社会的乱象 他们都说资本家 什么控制了当地的什么 什么一些政府啊 什么的 反正政府没有责任的 你政府再怎么弄 都是资本家去作乱的 去有钱人去控制的 跟政府没有关系 政府做了很多的 像是什么撤热搜啊 或者是删别人的账号啊 跟政府没有关系 都是资本家所为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脑补啊 去洗地 真的是脑子都被洗坏了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表示 现在发布出去了 我发这个视频 隔天就被删了 也不知道是我说的话不对 还是视频画面不让播了 感觉资本家可以一手遮天 老百姓说句真话太难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说一句真话这么难吗 不是说抖音把你的删掉了 是共产党不是听资本家的 你说反了 是资本家要听共产党的 你抖音这个资本家 如果不听共产党呢 那共产党允许他在中国营业吗 所以所有的人都把一些源头归咎在资本家啊 再往上一集他就不敢讲了 真的很同情农民工 有钱人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 热搜被押 视频被删 是有多大的力量和资本才可以控制抖音啊 想想都后怕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资本家都回去你们的美国吧 嗯 洗脑的结果啊 什么资本家 什么美国 翻了很久都是这样的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条评论是比较 虽然他们也没有骂政府 但是他们没有指责什么所谓的虚构的一个资本家 你看一下清醒的网友是怎么评论的 他说我是非常心疼这些工人的 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家人都是工地工人 为了养家糊口 辛苦劳累工作一天 换来一顿臭骂 看了那个视频 工人们只是担心脏手上的沙尘掉进锅里 才没有靠近锅里 而打饭的上级因为公司规定不能浪费 打饭的碗要放进锅口内以免外露 但打饭的上级因为这一点特权就为难工人真的很心疼 而且我觉得压热搜这件事本身政府有很大责任 结果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 被人骂是境外势力和美国狗 我 对 所以中国如果一旦有这种比较清醒的声音的话 都是被埋没了 要么是被出征 要么是被冠上美国狗啊 境外势力啊 汉奸啊 等等等等的 你不是中国人啊 你入华啊 等等的 这越来越有点像当年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是批斗 那像是这些工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光光是我在搜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在抖音上就看到有很多工人只是因为吃饭而遭受谩骂 你只要在抖音上搜寻工地打饭 你就可以搜到上万条这种类似的事件 那有些像是一些打饭的那些阿姨大妈啊 因为要节省粮食的成本 所以他们一直手抖手抖 就是抖到最后只有一点菜给工人吃 那有些工人可能性格不好或者脾气不好 经常有这种事件发生就是互相争执打闹打架的这个画面 因为黄标的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放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搜寻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一则讯息是 最近在中国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海洋馆看海洋生物 他们买的这个海洋馆的这个门票其实也不便宜 但是当他们去了之后 一切都变得尴尬了 所以我们还是看影片吧 进去之后里边就像客厅一样大 我就感觉重复去欺骗消费者呢 我是在朋友圈刷到链接海洋馆开业啊啥的嘛 大人的话就转发了一下朋友圈 到门口的时候他就说小孩必须得买票 进去之后里边就像客厅一样大 好多人特别急啊 又失望又生气的 我就感觉从来就欺骗消费者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